精彩内容继续 正好也走累了 干脆就进去坐坐吧 里面的装潢还是没有变 只是服务员有好几个新面孔 我找了一个人少的位置坐了下来 找一个不认识的服务员点了餐 正在等待的时候 以前收银的王姐 突然朝我走了过来 她微微一笑 将一份文件放在我面前 轻声地说道 老板交代过 你过来了 就把这个给你 说完 她就准备离开 我立马叫住她 问道 这是什么 她摇摇头 说不知道 老板不允许她看 我又问她 老板去哪里了 她又摇摇头 只说老板有大半个月 没有来店里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问到 店里现在是谁在送夜间外卖 王姐笑了笑 你辞职之后 店里就不做夜间外卖这一块了 所以没有夜间外卖员 说完 她就回到收银岗位去了 老板之后居然没有再做夜间外卖了 她不再都受鬼石了吗 还是说 她已经攒够了硬币 她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我拿起桌上的文件 刚打开第一页 一个小孩子的声音 突然在我身后响起 叔叔 你看的这是什么呀 我忙回头 是我背后那桌客人的小孩 正站在沙发上 看着我手里的文件 小家伙长得很可爱 看着就叫人喜欢 小孩的家长忙向我赔不是 把小孩按下去坐在沙发上 小家伙坐下后 问她身边的女人 妈妈 那个叔叔看的是哪个国家的书啊 我怎么一个字都看不懂 女人往我手上的文件上 瞥了一眼 回答道 妈妈也不认识 你老老实实吃饭 别打扰叔叔 啊 这文件上的明明是中文 小孩和女人 怎么会说不认识呢 就算他们是外国人 不认识中国的文字 但怎么也能看出 这文件上的字 是中国字啊 为什么会说不认识呢 奇了怪了 我教主 我教主从我身边经过的服务员 指着文件上的一个 是字 问他这是什么字 服务员看了半天 竟然摇了摇头 不认识 看着有点像是藏文 这是藏文吗 什么鬼 明明是中文 简体中文 怎么在别人的眼里 就成了藏文了 他们也花了 还是我也花了 餐厅老板又在跟我玩什么花样 在这样一份文件上 做这样的手脚 是怕被人发现吗 我仔细地看起这份文件来 里面的记载 是一件神物 昆仑正魂关 正魂关 这个名字 我好像在哪里听说过 文件只有两页正文 一页全是文字 上面记载着一个传说 远古 有一位得到高人 他为了让自己的灵魂 永存于世间 寻遍了天下神山 终于在昆仑山之巅 寻得一块昆仑神木 他用神木打造了一具棺材 然后置于黄泉之河中 浸泡了七七四十九年 使得棺木与阴间的至阴之气 融为一体 高人在寿中正寝之时 躺进了神官之中 他的灵魂与神官融为了一体 神官不悔 他的灵魂就永存 后人便将这神官称为 昆仑镇魂官 另一页则是一张图画 一具十分古朴的棺材 为家任何的修饰 乍一看 就像是一截巨大的木头 如果是以前看到这样一份资料 一定会非常地好奇 甚至于会有想去找上一番的想法 或者揣测一下老板的用意 但现在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没有任何的想法 合上文件 随意地扔在了桌子上 吃完饭 我在附近找了一家宾馆住下 经历了这么多事 实在是太累了 我不敢去看徐小碧 我没有脸去见他 现在的我 再次变成了一个人 我不想放弃救徐小碧 但我没有任何的办法 前所未有的无力感 让我觉得自己太没用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 手机铃声把我吵醒了 不是电话 是连续的短信提示音 方千玲 我立马点开短信 快带小碧来龙火山山顶栋 叫上林立天 需要他的帮助 明天午夜之前 必须赶到 不然就没机会了 相信我 我不会拿小碧的性命 开玩笑的 我立马起床 冲出了宾馆 方千玲果然没有放弃小碧 这么长时间的相处 终究还是有感情的 太好了 还有机会 救醒小碧 小碧 给我看 上面显示的是 方千玲发给她的短信 恳求她 随我一同 前往龙火山 我问道 你去不去 她略微点头 走吧 简单地商议了一下之后 由林立天去医院 把徐小碧偷出来 我则 去租一辆汽车 带着徐小碧 开车前往龙火山 会方便很多 车子很快就租好了 在医院前面 五百多米的路边 等着林立天 天高蒙蒙亮的时候 有两个人朝我走了过来 走在前面的居然是徐小碧 这怎么可能 小碧明明已经是植物人了 怎么可能自己走出来 难道 难道 难道方千玲 把速魂顶带到了医院 救醒了小碧 我赶紧跑过去 一把抱住了她 兴奋的话都说不清楚了 但很快 我就发现 被我抱在怀里的徐小碧 没有任何的反应 双手无力地下垂着 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睁开 林立天拍了我肩膀一下 她没有醒过来 赶尸而已 我愣了一下 上次 林立天说她去过湘西学赶尸 方千玲也跟我讲过赶尸的倒数 赶尸之数学到了精髓 便能操纵此事 让此事像活人一样的行动 而只学到皮毛的话 就只能让死尸 跳跃着前进 就像僵尸片里演的那样 刚才 小碧是像正常人一样 走过来的 这足以说明 林立天的赶尸术 学到了精髓 看着眼睛紧闭 面无表情的徐小碧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对林立天说了一句 走吧 便拉着徐小碧的手 朝着租来的车子走去 一路上 都有林立天开车 我则坐在后面 陪着徐小碧 此刻的她 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车子在高速上急迟 直到下午四点多 才赶到龙虎山下 如此巍峨的龙虎山 完全不知道山顶洞在哪里 就在我想去问老乡的时候 林立天拉住了我 她说道 跟着我走 我不由得奇怪 她怎么什么都知道 但仔细一想就明白了 龙虎山是道教的发源地 他们这些修炼道书的人 理所应当熟悉龙虎山 迎着黄昏 我们踏上了 去龙虎山山顶洞的路 等待我们的 不知道将会是什么 那个深不可测的中年人 我们又该如何应付